感情这件事还是要看缘分 就算两个人不能一直走下去 但是彼此拥有的那份记忆也是宝贵的 2003年 霍建华陈乔恩因为拍摄电视剧 千金百分百想产生好感并且确定了关系 但是不久之后就分手了 但是在2012年 两人携手出演新版《笑傲江湖》 并在戏中有不少感情戏 一般情侣分手之后可能连同台都不愿意 但是霍建华和陈乔恩还能在一起拍戏 真的是堪称分手后的典范了 周杰伦和蔡依林一个月谈天王一个月谈天后 他们的恋情在大家看来简直是天作之和 可惜在大红大紫之后突然分手 让粉丝们伤心不已 分手之后两人都对对方的新恋情大方送祝福 周杰伦的演唱会还邀请蔡依林当嘉宾 同台演唱《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还同条任务 曾经献煞旁人的王妃和李亚鹏 在2013年结束了婚姻 从王妃的发文来看 两个人是和平协议离婚 在这之后两人还经常带孩子一起聚会 燕燃基金也没有离婚事件而停止 从红高亮的鱼胖儿红 到之后的古今大战秦永晴 橘斗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张艺谋和巩丽日久深情 拆花横溢的导演与天生励志的美女 是娱乐圈的一段传奇佳话 1995年两人分手后 2006年满城近代黄金甲 让巩张再度合作 2014年的归来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蒲树和周迅两人于1999年 因拍摄高晓松指导的电影 那时花开相识相恋 分手后在蒲树演唱会上 前任周迅为其送上花篮 花篮上的祝福于写道 演唱会圆满成功 总是好好的 两人简直就是分手后的改模